美国很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始作俑者 据央视新闻3月10日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披露 美国在其设置于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中 展开了蝙蝠新冠病毒样本的相关实验 俄专家正在对美国研究行径持续进行分析 更多具体可查证信息仍有待披露 新冠疫情是21世纪 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场浩劫 其对全球经济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的影响 至今仍难以估量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美英媒体处以密集的舆论战作法 将脏水泼向中国外 还同时将舆论焦点向蝙蝠起源转移 而从俄方披露的这一信息来看 美国很可能在利用其本土 全球数以百计的高度秘密生物实验室 营造相关在技术内容上难以研判的技术假象 以使最大嫌疑国美国能够逃脱全球的一致追责 美国至今仍以歇斯底里的态度 持续拒绝世卫组织在美进行新冠送源 美国遍布乌克兰的约30所生物实验室 是一大黑洞 美国遍布全球的336所生物实验室 在做什么 同样无人得知 俄罗斯则在绝地反击 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余 将美国生化实验室的面目 揭开了冰山一角 美国在涉及生物实验室事项上 罔顾基本事实和自身过往言论 俄罗斯公布美驻乌大使馆 销毁致命病毒相关文件的情况下 美副国务卿在8日承认 美乌双方在竭力避免相关生物研究资料 被俄发现 美国却在乌克兰设置了生物实验室 然而次日 美国各级官员 开始就美副国务卿承认 基本事实的言论上演大变连 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在社交媒体上连发8条动态 其言论归结为一句大指挥 俄罗斯是邪恶的国家 俄罗斯在构陷美国 相关指控百分百是俄罗斯捏造 美相关人士应当明确一点 事实不是单方面的污蔑和自说自话便能改变 罔顾美国自身作为 罔顾伪装下真实的美国 只会愈加陷入精神混乱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近日对美四连击 赵立坚围绕美方相关言论 反问美国称 美国在国内外数以百计的生物实验室中 到底在干什么 美国有无违背生物武器公约 美国为何不加反对生物武器的多边核查机制 美国为何至今不对本国化物进行销毁 赵立坚强调 赵立坚强调 美方的诡辩毫无意义 接受多边核查 就相关生物军事活动做出具体澄清 这才是美方应当去做的 中国要求以多边框架赴美德堡 及美在全球各生物基地进行调查 美方敢开放国门吗 中国两次邀请世卫组织复华素援 这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坦荡和担当 而美国打算如何向全球做出解释 中方向美下通牒之际 俄外交部则采明了同中国一致的立场 俄驻美大使 俄外交部发言人先后指出 美副国务卿有拦美国正防范俄 找到相关资料的言论 恰恰是美国畏惧自身罪行 被发掘的有力证明 新冠疫情关系中 俄德法一日韩奥加 各国无法计量的损失 全球国家都在等美国给出一个基本解释 靠歇斯底里的言论轰炸转移视线的美国 只能让仇恨和疑虑埋藏越深 美国越是不正视 美国生化实验室存在的问题 东窗事发时 全球的愤怒便会愈加埋葬美国